這個專案是培政APP 然後我想大家會在這應該是都有先稍微看過那個 我們那個有參與法律中的Headpad 所以我就很簡單的帶過 就是這個專案的源起就是起至於318 那時候有很大量的參與公民不服從運動 而可能被逮捕的狀況 然後那其實出了318後來還有延伸到323324428跟626 其實路路續續一直有這樣子 就因為參與承抗運動然後被逮捕 然後需要律師培政的狀況 有這樣的狀況產生 然後因為那時候時改會就是有籌組的那個義務律師團 那可能那時候遇到的狀況就是 我們有很多位律師那時候400多位律師 可是我們沒有一個良好的平台 可以讓律師和當事人和NGO之間有一個比較好的聯繫的方式 所以那時候就有了這樣的構想就到了 到GV提了這個專案 那也有就是夥伴就願意拆這樣 那這是就是這個平台的構想 那其實司改會就是一個組織者 然後那律師算是一個提供寫出的人 然後那我們需要補足的就是中間的這個聯繫平台的部分 然後就是一個坑就這樣子出現了 所以那不過呢 其實一開始這個專案構想是用在承抗運動上 然後可能突發的有大量的培政需求 就有了這個想法 不過其實培政需求不是只有在就是承抗運動出現啦 然後 好 那目前的話 就是我們有設計了兩個介面 那在律師這邊的話 因為他們需要比較行動 行動的東西 所以這邊會是平台是APP 它的介面是APP 然後NGO這邊的話 主持者這邊也會使用WEB這個平台 然後需求者這邊 我們目前是還沒有做到這個部分 不過未來也許就是可以做這樣 然後那我們 接下去有想要再做的是 在律師這一邊 可以再提供一些 除了說我們可以把培政的list呈現律師 讓律師知道說現在有哪些培政需求之外 我們也可以放 就律師培政手冊 讓他們可以很快的在培政當下知道 有哪一些要留意的事項 那因為先前就是我們這邊有出了一本書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訊息可以拉到電子化 那這個是後續就是想要再往下做的 然後在承抗運動參與者這邊的話 其實也可以放那個民眾的權益手冊 就是可能小市民的99招 這類的訊息 那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你被逮捕到警察局的話 那你有哪一些可以留意的 那就剛剛有講到就是其實不只承抗運動 那其實一般的案件也都會需要一個平台去聯繫律師當事人 然後跟組織 那所以今天就是 就有把今天這個活動訊息就pass給法夫 然後就很開心就法夫的夥伴今天也有來這樣 那這樣的話這個平台就不會只是用在承抗運動下 而是所有的其實所有陪的案件都會用到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開始工作了 好 現領廚房 你那個 你那個